为了对站在防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表达建议 同时守护他们的健康 以纯丑董事长代表军达集团捐赠草衣品牌 茶树防护接手凝胶各一千瓶 给花莲慈激医院与门诺医院的防疫天使们 而守护他们的健康其实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今年台湾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各大医疗院所医护人员不惜之身于高风险的防疫前线 用尽守护全体国民的健康 跟有机香草35年的军达集团创办人董事长颖存手表示 在创办有机香草失业以前 曾经也是陪伴照顾病人的护理人员 对医护人员目前的状况感同身受 为了对站在防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表达建议 同时也守护他们的健康 董事长颖存手代表军达集团捐赠草衣品牌 草衣防护、接手、凝胶各一千瓶 送给花林慈激医院以及门路医院的防疫天使们 我想这个Coding Lighting造成全球 我们台湾也难逃 所以我们在去年的Coding Lighting的时候 我们就做了一些我们自己草衣的产品 我们这个凝胶是跟工业院一起合作的 它的防护就是在手清洁的时候 可以达到99的一个防护力就是杀菌力 所以我们去年征送了一部分 给我们花林的在地的这些弱势的这些机构 那今年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的Coding Lighting比去年更严重 那最辛苦的就是我们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我们花林医护人员对我们花林的乡亲 照顾的非常的多 我们看到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 所以我们捐打也捐了 这个所谓的这个黄沐泥胶 门路医院 慈器医院及各大医院 我们就做了一些赠送 希望在捐打在地35年的期间里面 也得到相信很多的支持 那我们尽了一点点心意的回馈 这是我们的对这次Coding Lighting 我们也感受到整个所有产业的这样的一个 严重的受损 那更体会到医护人员是非常站在第一线 救命救了我们很多的乡亲 今晚阶段长期根于有机香草事业 关注于环境与人体健康 捐赠2000瓶的茶树防疫节手凝胶 只是袍装允育 目的就是希望社会大作能够好好配合 政府防疫的措施 请洗手戴口罩 保持安全受到距离 减少医护防疫天使们的压力与负担 让医护资源能够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记得终于节奏不倒